现在是下蛋的时间了 这可是小鸡们第一次下蛋 快看,有的疼得哇哇直哭 可鸡妈妈们看见小鸡们在认真下蛋 可高兴坏了 它们捧着小鸡努力下出的蛋 赞叹道 哇,多可爱的蛋啊 只有小鸡卡梅拉拒绝下蛋 她生气地说 下蛋下蛋,总是下蛋 生活中应该还有更好玩的事可做 卡梅拉更喜欢听卢瓷·佩罗讲大海的故事 佩罗曾经游历过很多地方 尽管她说话有些夸张 但卡梅拉还是十分着迷这些美妙的故事 她听故事的时候总是想 总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去大海看看 一天晚上,又到了小鸡该回鸡窝睡觉的时间了 可卡梅拉说 我不想睡觉 我才不要和其他小鸡一样呢 我,我想去看大海 什么?去看海? 你先弄明白自己是谁在考虑这个问题吧 卡梅拉的爸爸觉得 再也没有比这更蠢的想法了 你看看我 出去旅游过一次吗?卡梅拉 大海可不是小鸡玩游戏的地方 快跟我回窝里去 这天晚上,卡梅拉瞪着眼 怎么也睡不着 她还在想看海的事情 不,我就要去看海 我就要去看海 我马上就去 卡梅拉轻轻地跳下床 她推开门 她回头看了她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们最后一眼 就离开了家 朝着梦想中的大海 走去 卡梅拉在夜里勇敢地前进 她走啊走啊 走了很远很远 她那双可怜的小脚 都快没有知觉了 早上 当卡梅拉站在沙丘顶上时 眼前的一切 让她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哇 她看到了大海 大海 你是大海吗 这是多么奇妙的景色呀 大海翻滚着雪白的浪花 一会儿惊天动地地涌上来 一会儿又轻声细语地退下去 卡梅拉又震惊又兴奋 好美啊 比佩罗说的还要美 卡梅拉 还还在水里尿尿 她笑啊笑 笑个不停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卡梅拉想回家了 但可怕的是 海岸线消失了 根本就分辨不出东南西北 家在什么地方啊 根本就不知道 哇 这一下卡梅拉哭了 啊 爸爸妈妈 你们在哪儿 我要回家 小极又极又怕地哭喊起来 可四周静悄悄地 没有一个声音回答她 卡梅拉太累了 不一会儿 她就躺在木板上睡着了 只有天上的一轮明月 照着她孤零零的身影 突然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帆船 出现在海面上 卡梅拉被惊醒了 她大声呼救 喂 听见了吗 这儿有一只小鸡在海里 卡梅拉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巨浪 就把她卷上了 圣母玛利亚号的甲板 哈 一只小鸡 把这个小东西的毛拔干净 煮了来吃吧 船长命令道 卡梅拉当然不想 就这样被吃掉了 她竭力为自己辩护 她说自己不辞辛劳 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看海 船长发火了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 快来人 把她拿去煮了 可这时 卡梅拉集中生智 等一等 船长 鸡蛋 为了吩咐您的早餐 我保证每天早晨下一个鸡蛋 这可是专为您下的呀 卡梅拉紧张的牙齿直打站 可她心里想 怎么办啊 我可从来没有下过蛋 妈妈又不在我身边 卡梅拉开始尝试下蛋了 她又蹦 又跳 又爬高 又倒立 还养我 凡是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 可是 她还是没有下出一只鸡蛋 哇 下个蛋真的好难呢 卡梅拉继续努力 哈哈 成功了 很简单嘛 我生下了一个蛋 我生下了一个蛋呢 因为会下蛋 卡梅拉留住了自己的性命 一转眼 一转眼 他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了 一天早晨 刚刚下完第三十一个蛋的卡梅拉 远远地望见了海滩和一望无际的森林 哇 我终于见到陆地了 卡梅拉好激动啊 卡梅拉高兴地向岸上冲 这时候 岸上 有人 看见了她 哇 一只白色的小母鸡 真漂亮啊 它是打哪儿来的 白色的小母鸡卡梅拉走向前 有点胆怯地 跟陌生人打了声招呼 你好 我叫卡梅拉 我叫皮迪克 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 在那边 海的另一边 卡梅拉指着大海 啊 真的吗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皮迪克 你的毛 可真红啊 你也很漂亮 卡梅拉 来 我带你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吧 爸爸妈妈 看我 带谁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了 为了迎接贵宾卡梅拉 夜晚 大家在家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皮迪克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你们这里的鸡 屁股都是光光的 那都是因为印第安人 把我们尾巴上最漂亮的羽毛 都拿去做投关了 卡梅拉 跟我来 我要带你去个好地方 可别让人发现了我们 真的吗 太棒了 你等一下 我可以再拿些黄色的糖果吗 那不是糖果 是玉米 喜欢的话就多带上些吧 红色的小公鸡 皮迪克和白色的小母鸡 卡梅拉 他们一边玩 一边聊天 皮迪克问 卡梅拉 你有兄弟姐妹吗 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下 卡梅拉来劲了 她大谈特谈自己的老家 还有她的好朋友 卢茨佩罗 皮迪克在心里暗想 卡梅拉 她可真有趣啊 诶 卡梅拉 什么事 皮迪克 如果你愿意 明天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我的家乡吧 第二天 皮迪克带着卡梅拉 四处游玩 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都觉得 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 皮迪克 我怎么听到 有印第安人的鼓声了 不 那是 是我的心跳得太快了 因为 有你在我身边 从此 卡梅拉和皮迪克 形影不离 时间过得真快 哥伦布又要扬帆起航了 可小红公鸡皮迪克 深深地爱上了 小白母鸡卡梅拉 她决定 要跟卡梅拉一起走 皮迪克依依不舍地 跟家人告别 她的妈妈伤心地哭了 皮迪克 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就要远走高飞了 你一定要 生活得幸福啊 几个星期以后 卡梅拉 带着皮迪克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嘿 你们快看 谁回来了 是卡梅拉 卡梅拉回来了 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 哦 卡梅拉 我的宝贝 快让妈妈看看 你长大了 哎呦 变成大姑娘了 卡梅拉的爸爸 似乎插不上嘴 哎 这位可爱的小伙子是谁 我叫皮迪克先生 哦 欢迎你 我的孩子 第二年春天 卡梅拉和皮迪克 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一只很可爱的小公鸡 他们决定啊 给它起名叫 卡梅利多 几个月后 卡梅利多长大了 卡梅拉呼唤着宝贝儿子 卡梅利多 该回家了 再等一分钟 妈妈 我在看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呢 快回来宝贝 该睡觉了 睡觉睡觉 总是睡觉 我才不要跟其他的小劲儿一样呢 就知道睡觉 卡梅利多反抗着 生活中 肯定有比睡觉 更好玩的事 哎 我多想有颗星星啊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